韦女士和男朋友租的房子在杭州渔航区云门大街上的沐溪云亭小区。 韦女士说这是一个新小区,中介之前告诉她,她租的房子已经装修好并通风了半年。 房屋租赁合同显示,房屋租期从今年8月3号开始,为期一年,每月房租3800元,压一负三。 韦女士说,他们已经付了15200元给房东,但房子只住了5天。 现在门已经打不开了。 对。 那这个退租已经退掉了,手续办掉了。 是这样的,我给她发了一个PDF的退租函。 然后我也打电话通知她了,她在微信上没有回。 打电话我跟她说我是谁谁谁的话,她直接把电话挂了。 那钱退的你没有? 没有。住进来,第二天开始,胸闷气短,咳嗽,咳了两三个通宵。 然后我就问中介嘛,我说是不是真的是半年,她说是的。 然后就大概这个意思。 后来我就打电话问房东,房东说其实只装修了三个月,然后也没有一直在通风。 然后中间就信息就不对等了嘛。 韦女士和房东的沟通记录显示。 8月8号房东表示,韦女士她们在租房子时就知道这是新装修的房子,还说了要自己出假权。 韦女士则予以否认,并再次强调,租房子时,中介介绍房子已经通风了六个月。 韦女士还向记者出示了男朋友看房时拍的视频。 你男朋友说房子里的味道有点重。 对,新装修但是六个月嘛,通风了六个月嘛,中介跟我说嘛。 那我说实话能接受,身体不舒服之后,我就把各个家庭都擦一遍,看能不能就加速甲醛的释放,我擦手就发现了这个单子。 呃,是7月19号装煤器。 装修我觉得应该也没有满三个月。 对,因为还有个情况,就当时那个空调不置冷,然后房东当着我们的面打电话给那个呃,呃,官方嘛。 官方问他那个空调装多久,他说一个月不到,这样子。 他很多东西都新装的,可能,可能没有他说的有三个月,也不上中介说的有六个月,这样子。 韦女士说,自己入住五天后一直不舒服,就到医院做了检查。 门诊病例诊断结果为,急性上呼吸道感染,急性支气管炎。 韦女士介绍,医生当时告诉她,这个病症可能跟房子是新装修好的有关。 记者希望跟中介确认一下,当初租房时是怎么介绍的。 韦女士没有提供联系方式。 另外,韦女士出示的合同显示,签约双方是她和房东,没有中介的名称公章以及电话。 韦女士说,后来她约了第三方警察。 和房东机构来测试室内空气。 检测开始前,她也请派出所和社区工作人员联系房东来见证,房东没有来。 检测报告显示,客厅、主卧、次卧三个房间的甲醛数值都高于限量值。 首先,她肯定是要把我剩下的房租退给我。 至于押金跟CMA检测到我后面或走法律的程序去进行我的维权。 但她现在就是租金不退的一个消息也不会这样子的一个情况。 您好,房东,我是那个木训云厅1202的。 是女的房租,你得先退我吧。 你说什么?挂了。 挂掉。 她就是这样子,每次就是我跟她讲完,她含糊直接挂掉。 记者用自己的手机拨打了房东的电话。 房东挂断了几次后,表示她已经忙好了。 但没有回答房子到底什么时候装修的。 房东是交给我的。 怎么协商啊? 那我们自己就协商了呀,你是哪里啊? 我要不要把团件呢,这张电视台在。 那我不想跟你协商,我就找找找。 我觉得协商就OK了嘛。 那你跟我协商呗。 他就回家了。 真的很爽无赖的。 从我第一天跟他说我人不舒服开始,他就拒绝沟通。 然后拒绝回消息,拒绝接电话。 您好,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。 房东没有再接电话。 记者之后给对方发去了短信。 截至发稿,没有收到回复。 这内蛮过分的。 他觉得他可能亏了一千多块钱中介费。 那其实我自己投入的成本也非常的高。 那我肯定是走起诉了嘛。 毕竟他连出金都不退给我了,对吧。 那我觉得如果说换作可能, 刚来杭州的女孩子啊, 或者刚逼的女孩子出来租房子。 遇到这种情况,那一万多块钱进去了, 其实压力很大的嘛。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。